你好,我是顾恒 欢迎来到西方美术一百讲 你很可能不是一个研究艺术 从事艺术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士 我也不是 所以在这门课正式开始之前 我想先跟你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作为非专业人士 我们想要了解艺术 应该通过什么方法呢 那第一个反应当然就是 哪个小板凳 听专业人士给咱们说说呗 但是听谁的怎么听 这个也值得好好想一想 举个例子啊 翠花周末去美术馆了 看到了一幅毕加索的藤椅上的镜物 回家就跟大柱子说了 他会说什么呢 从内容的性质上 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这么两种 第一主观的就是讲感受 哎呀我特别喜欢这幅画 这个藤椅跟锅盔似的啊 直接把我看饿了 老公咱晚上出去吃锅盔吧 那第二个呢 是客观的就是阐述 翠花会这么说 你说别人的画都是画上去的 这个毕加索 咱是直接给贴上去了呢 还卖那么老贵 老公你说买他画的人 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那现在啊 很多专业人士 对一幅画的解读 都是采取的第一种方式 就是先扯几句 艺术家的生辰八字 然后呢 就开始大谈特谈 他的感受了 比如说啊 有个叫雅各布 老师伯格的专业人士 写了整整一本书 说啊 你瞧瞧伦布朗这幅 带金窥的男子 多么光彩多目 精神内涵 支配了整个画面 伦布朗啊 彻底把梦幻和真实 融合在了一起 这种效果啊 更像音乐 而不是造型艺术 巴拉巴拉巴拉啊 夸了六万多字 高高的啊 可是后来发现 这幅画 根本就不是人家 伦布朗画的 那情何一看呢 那这种对着一幅画啊 啊啊啊 谈主观感受的解读方式 不仅不靠谱 更不是我们想要的 你一个专业人士 任务就不是 对大众表达自己的好恶 而是讲清楚 里面的道道 你就好比一个医生 天天对着病人哭 哎呀 你好可怜呐 但是就是不跟病人 聊怎么治 那这成何体统呢 所以我们需要专业人士 为我们提供的是解释 你说看见这幅画 你的脑海里 就想起了妈妈小时候 做的红烧肉 那你回家跟你妈说去 你跟别人说不着啊 那么你可能会想啊 如果知识分子不靠谱 咱们请个画家 来给咱解释解释 行不行呢 那就更不行了 因为创作和阐释 完全是两码事 画家会话不会说 知识分子会说不会话 艺术的实践 和对艺术的阐释 就成了分裂的东西 那在19世纪以前 这个矛盾并不严重 但是到了现代绘画之后 知识分子对艺术的阐释 就不再是回顾性的 而是要引领画家创作了 这一下子 矛盾就激化了 为什么呢 一方面 报纸杂志这些渠道 都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上 而且论去耍嘴呢 画家也确实不是对手 知识分子对艺术的阐释 往往很粗暴 很蛮横 要一下啊 我说你是啥 你就是啥 你画家自己说了不算 一个最著名的例子 就是法国画家 德拉克罗瓦 那波德莱尔啊 几个诗人作家 硬是把德拉克罗瓦 竖成了浪漫主义绘画的棋手 造成了什么结果呢 就是德拉克罗瓦 在理念层面 和学院派产生了对抗 弄得他 凭法兰西美术学院院士 凭了六次都没凭上 把个德拉克罗瓦恨得呀 牙根直痒痒 那都是朋友啊 没办法 那只能在日记里边 抱怨几句德拉 那你说 知识分子文化大 我们画家画完了 就由着你们说吧 行不行呢 也不行 那画家是属于 茶壶里面煮饺子 肚子里有货 只是不知道 怎么用文字表达 知识分子你根本搞不清楚 人家饺子里是啥馅的啊 就抡开塞帮子胡说了 那能靠谱吗 我举个例子啊 1910年 有个叫多热莱斯的记者 挺坏的啊 他找了个公正人 又找了头驴 在驴尾巴上绑上画笔 在驴屁股后面 织了块画布 然后就为驴吃胡萝卜 把个驴美搭 只要尾巴 这么着 一幅画就成了 然后呢 他还给起了个 特别高大上的名 叫阿德里阿蒂克的日落 想了个框 就送去参展了 好评如仇啊 法国评论界 全都嗨起来了 生命的喜悦呀 灵魂的悸动啊 命运的抗争啊 又夸了六万多字 高高的啊 然后 多热莱斯公布了真相 你说啊 驴化的 你说说看 情何一干 那这么着 艺术的创作和艺术的阐释 就成了一个很尖锐的矛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艺术史这门学科 应运而生了 那所谓对艺术进行阐释 说炮大天学 就是把一幅画 转换为文字符号 那既然是用文字符号来阐释 这个工作 就必然是由知识分子来承担 画家干不了这个事 这个是我花了很长时间 才想明白的第一个问题啊 咱们说请个专业人士 来给我们讲两绘画 这个专业人士 不能是画家 而是艺术史专业人士 那么紧接着就产生了 下一个问题 什么是艺术史啊 文字误导啊 艺术史并不是关于艺术的历史 而是对艺术观念 谱系的树立 什么是关于艺术的历史呢 就是前面来说的 个人生平加上作品 这么个说法 比如我们说莫奈 他1840年出生于巴黎 爸爸是个开小店的 画了日出印象 老了搬到吉威尼花园 开始画碎莲 但是你巴拉巴拉 说了一大堆个人生平 却不能有效地解释作品 一聊到作品 没办法 又聊到啊好棒呀 一堆语气作词里去了 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阐释 而是我们不想要的感受 艺术史的任务 是要回答这样一些问题 莫奈为什么要把碎莲 画成这个样子啊 毕加索为什么要把 藤影片贴到画布上啊 在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之外 那个为什么 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知道的 那么艺术史这门学科 如何完成这个任务呢 大概有四个办法 第一就是关注指料和技术 这是个很有意思 但是经常被忽略的话题 比如为什么最后的晚餐上 有那么大面积的发黑和剥落 其实就是因为达芬奇 不恰当地用油画取代了蛋铲 再比如 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 画里面有那么多的左撇子啊 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 当时的画家 普遍使用了小孔成像法 把要画的人通过小孔 投影到暗示的平面上 帮助他们准确地画出形体 那艺术史的第二个办法呢 就是对画面出现的所有东西 给出个解释 画家为什么要让这个东西入画啊 比如凡艾克的名画 阿尔诺芬尼夫妻像 为什么有一双拖鞋啊 为什么要有一只小狗啊 画家为什么要把名字 牵在镜子上方啊 窗台上为什么有个橘子啊 大白天的为什么要点个蜡烛啊 这么解读一幅画的方式 叫图像制 这个门派的代表人物 是派诺夫斯基啊 不过这个学派 存在着一个风险 就是过度诠释 尤其是到了现代 人家画家往往没想那么多 就是为了好看 为了装饰 那你图像制这个办法 就不一定行得通 那第三呢 就是相信绘画这个东西 存在着风格演进的内在逻辑 每一代画家或多或少的 总会受到前一代画家的影响 这么着 他们之间就有着一种传承 那艺术史学家 一代一代的梳理 就会发现风格上的发展逻辑 那大名鼎鼎的瑞士艺术史学者 乌尔夫林 就是这么个想法 那第四呢 也有人不同意乌尔夫林 觉得绘画这东西 没什么内向的东西 而是像雷诺阿说的那样 艺术家 只是小稀里的一个软木塞 随波驻流啊 被动的反映外部世界 那这一派的代表人物 是法国的丹娜 在咱们中国 丹娜的艺术哲学 大概是读者最多 影响力最大的美术理论书籍了 他认为一切事物 当然包括绘画啊 只要输入 种族 时代 环境 这三个参数 那你就能得出一个正确的解释 就像在油锅里 放进土豆 豆角 茄子 那你一定能得到一盘第三仙一样 脱脱的 那么画家的创作 会不会受到外界的影响呢 参数包打一切的想法 我肯定也是不能同意 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参数 在起作用 即使只选三个参数的话 也不应该是这三个 而沃尔夫林的想法 对不对呢 就是绘画到底 有没有一种内在的 自洽的 和外界环境无关的 所谓风格 然后自说自话 没心没肺的演化呢 这个我倾向于认为有 沃尔夫林就打过一个比方 他说艺术的眼睛 好比一块石头滚下山坡 山坡的表面 坑坑哇哇 有软有硬 还有树枝什么的啊 那这个石头 在滚的过程当中 就会不规则的弹跳 这个石头的蹦蹦跳跳 就相当于是 艺术在跟现实互动 受外界影响 但是不管这块石头 怎么运动 它都会受到万有引力的支配 会一直向下滚 那这个一直向下滚 这个万有引力 就是艺术风格 有它内在的普遍的倾向 好前面说的 是艺术史关注的四个问题 就是技术与资料 绘画的寓意 绘画风格内在的流变 以及绘画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应答 这四个问题 哪个都不白给 都足以让人昏头上脑 那对于咱们艺术爱好者来说 还有一个最简化的方案 就是从艺术史最后一个问题入手 艺术与社会的互动应答 这个就是我这门课的基本方法 用英国著名艺术史学者 巴克森德尔的话说 就是先造一个时代之眼 The Period Eye 那我再介绍你个画家 比如说穆乃巴 就会透过这双时代之眼 先还原他所处的社会环境 当时社会气氛怎么样 大家是喜气洋洋的 还是愁眉苦脸的 当时出现了什么新技术 让大家最感兴趣 当时最流行的文学运动 哲学流派都是什么 等等等等 那在介绍绘画的时候 我会用大量的篇幅 讲当时的哲学思潮 这是我和其他人讲绘画 最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顺着这个思路一路下来 找到艺术流派演进的 那个低心引力 这个是我们课程的任务 和兴趣所在 好 回到最粗的问题 不会画画的外行 能理解艺术吗 答案是能 前提就是 遵循一定的艺术史方法论 谈到西方美术 咱们当然要从古希腊说起 因为古希腊是一切 西方文明的源头和基础 那艺术也不例外 古希腊的艺术成就 主要体现在雕塑艺术上 那都知道希腊艺术影响深远 究竟深远在何处呢 我举几个例子啊 对后世产生最深远影响的 希腊雕塑家 叫波刘克列特斯 据说这个雕塑家 写过一本书叫法则 规定了人体各部位的比例 比如说 一直通行到今天的七头身比例 就是由他创立的 那希腊雕塑还采用了 非常生动的S造型 我们看这尊持毛者啊 人物的左膝盖比右膝盖低 右胯骨比左胯骨高 左肩膀又比右肩膀高 就完成了这样一个S型啊 这个S造型 就被后世艺术家 大量接近和使用 再来看这尊维纳斯雕像 女神左手拎着衣服 衣服要入狱的样子啊 也是呈现出标准的S造型 右手呢 说是在遮住四处啊 其实是反而强化了 注意力的焦点 这个也是非常管用的小技巧啊 就像法国哲学家 鲍德里亚点破的那样 诱惑乃是源于视觉的不充分 这个用手挡住四处的造型 也成了西方艺术中一个重要的母题 今后我们还可以多次看到 到这儿你一定发现了 希腊雕像的一个特点 就是做的和真人非常像 那你有没有想过 在这么早的时候 古希腊人为什么能把雕像 做的这么像呢 那有句话说啊 一个社会发展好了 艺术水平自然也就上去了 但是这个话 有的时候也可以反过来说 就是艺术发展的好 是因为这个社会迫切需要它 那古希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古希腊为什么需要雕塑呢 这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重建有关 我们过去老是觉得 古希腊文明一开始就光辉灿烂 其实不是这样 故事要从特洛伊战争说起 那应该是在公元前十二世纪 大致等于咱们这边商朝 武丁当政的年代啊 当时希腊和特洛伊打仗打了十年 希腊人虽然赢了啊 但是元气大伤 回来之后就赶上了 希腊北部的多里安人 南下入侵 那河马口中的英雄们 所创造的曼西尼文明就毁灭了 几乎所有的文化技术全部失穿 甚至连他们自己的文字也消失了 那后来呢 很幸运啊 希腊社会又重建了 还发展出了我们今天知道的 伟大的文明 我前面讲过啊 毁灭曼西尼文明的力量是外来的 而重建希腊关键的春风 也是从外界吹进来的 两股春风这么一吹 就吹出了伟大的希腊雕塑 第一股春风是公元前十世纪啊 希腊人从到处做生意的 菲尼基人那里 学会了字母 再次掌握了文字 那有了共同的语言和文字之后 河马的口语神话故事就被固定下来 希腊人也就有了共同的神 古希腊人一直有把最好的东西 拿来敬神的传统 古希腊语当中的雕像这个词 意思就是让神高兴的东西 那有了共同的神 神话也被固定下来之后呢 希腊各城邦也就有了更加密切的交流 公元前776年就开始举办奥运会了 这个就是文字再次产生的一个结果 那在被马其顿征服之前 古希腊人举办了将近300家奥运会 那运动员得了冠军之后 会让整个城邦陷入狂喜之中 这个城邦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诉求 就是要把运动员的英姿 用雕塑固定下来 以资纪念 那如果说第一股春风 是让希腊人产生了做雕像的愿望 那第二股春风就有些戏剧性了 就是让他们学会了做雕像的技术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 公元前七世纪宗叶 埃及有一个叫普萨美提克的王子 从庙里面求来了一个神谕 说会有一支青铜军队渡海而来 帮助他夺得王位 过了没多久 一群希腊水手因为海上遇到风暴 被迫在埃及靠岸 那这些水手穿着青铜铠甲 上岸早吃的 被埃及王子一把拉住 说哎呀你们可来了 赶紧帮我去抢王位吧 一抢还真抢到手了 普萨美提克就于公元前664年登基了 登基之后作为奖赏 就允许这些希腊人在埃及居住 从事贸易 希腊人立即就从埃及人那里 学会了如何制作大型的雕像 前面咱们说过啊 古希腊人认为 你送给神的礼物越好 神就越高兴 你得到的回报呢也就越丰厚 那这么着 你送个雕像给神 大的就比小的好 贵的就比便宜的好 制作精良的就比出自滥造的好 可是 以前希腊人不会做大的 他们是先拿个木头雕个模型 然后把薄薄的青铜片 裹在上面不停的垂打 这么捣鼓出来的东西 只有几厘米十几厘米高 大小就不得了了 那现在从埃及人那里 学来了新技术 可以做的比真人还大 这下子希腊人就嗨起来了 那你说 埃及人怎么能做出 真人大小的青铜雕像呢 他们的办法叫施辣法 就是大岔不岔的 先搞个泥胚 然后在这个泥胚的外边 浇一层辣 等辣凝固之后 就在上面雕刻 修饰各种细节 这个辣人做好之后呢 再在他外面抹一层软泥 这个就叫外饭 等到外饭变硬了之后 拿到火上一烧 蜡受热融化溜走了嘛 这么着 中间就留出了一个空隙 再把加热到液态的青铜 往里面一倒 凉了再把外饭一扒 青铜雕像就做好了 咱们中国这边 商朝那些精美的青铜器 也是用施辣法做的 那你可能要问了啊 那么这个辣人 又是怎么雕出来的呢 这也不容易啊 那关于这个 埃及人也有严格的诚实 他们是把一个人体 从眼睛到脚趾 分成21等份 化成格子 比如说膝盖在第7格 肚脐在第13格 胸部在第16格 这种把人体化成 21等份的思路 和咱们今天做CT扫描差不多 每一个斜面多大 什么形状清清楚楚 那这么着 就极大地降低了制作的难度 那学会了做大雕像之后 希腊人就掀起了攀比的狂潮 你做个一米八的 我整个两米三的 传说提罗岛曾经做过 一个九米高的大家伙 可惜也没有保存下来 不过 这个时期的希腊雕像 只是解决了尺寸问题 造型却是千篇一律 和埃及雕像几乎完全一样 区别只在于 希腊的男性雕像是裸体 被称为库罗斯像 女性雕像呢 穿着衣服 被称为科莱像 那你说啊 技术是从埃及学来的 都是一模一样的施拉法 一开始的造型 也大差不差 但是到了公元前五世纪 希腊就有了近乎完美的雕像 比如说米龙的制铁兵者啊 为什么过了短短两百年 古希腊和古埃及的雕像 就呈现出如此大的不同呢 原因有两个 首先 希腊人和埃及人的观念不一样 埃及人当时认为 人死后灵魂是住在木乃伊里边的 那万一木乃伊坏了呢 灵魂就要搬到雕像里去住 如此一来 适合法老住的雕像 就应该一模一样 所以不奇怪的是 古埃及雕像 几千年来都没什么变化 可是希腊人却不这么想 他们做雕像 要么是送到神庙里去 和神混个脸熟 要么是放在广场上 纪念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冠军 那一开始 库罗斯像 克莱像 毫无特征可言 神也分不清楚谁是谁 这怎么能行呢 所以到了公元前五百五十年 就出现了一次 个性化的常识 就是这个雕像 和毒者 那比如说啊 大柱子献个小牛毒 神吃完喝完 妈妈嘴 谁送的来着 哎 想不起来了 那二三子就比较狡猾 他让石匠 把他背着牛毒的形象雕刻下来 就处在你神的眼皮子底下 我看你还好意思说 想不起来我是谁 你个没良心的 赢赢赢啊 是这个意思 那为了表现出个性化 就得让雕像动起来 这个非常不容易 就拿这尊克里提奥斯少年来说吧 和传统埃及式的正面相相比 他只是脑袋稍微钻了个角度 两只脚呢 也跟埃及雕像一样 一只脚在前 一只脚在后 但是埃及雕像的重量 是平均分布在两只脚上的 而这尊克里提奥斯少年 重心却是放在后腿上 这么一来呢 臀部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所以就需要从实际观察出发 对雕像的四个面重新构图 以前是按照埃及的固定程式 画是一个格子 照葫芦画瓢 现在是对活人进行研究和模仿 这是完全不同的工作逻辑 上面说的这些啊 是说埃及的雕像是求同的 不能有变化 而希腊的雕像 却是追求个体差异的 那除了观念呢 埃及和希腊两边的社会环境也不一样 埃及那边雇主就一个 就反老 那雕塑家们把他哄高兴了 就够用 可是希腊这边是小邦邻里的 希腊人认为 献给神的礼物越是经纬 从神那里得到的保佑 就越有把握啊 那这么着 大家就争相聘请最优秀的艺术家 雕塑家们彼此的竞争就很激烈了 那希腊是怎么 云集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的呢 这也得益于一个偶然的因素 就是公元前479年 雅典被波斯大军攻破 雅典的神庙啊雕塑全部被毁了 那战争时期 雅典联合了一半以上的希腊城邦 大大小小超过200个啊 成立了一个叫提洛联盟 大家凑分子 一起反抗波斯侵略者 这个就是第二次西波战争 但是把波斯人打跑之后啊 雅典人却起了贪心 不仅把放在提洛岛没花完的军费 贪为己有 还要求以前的战友称臣纳贡 那战争结束后 向雅典称臣纳贡的城邦多达175个 雅典人就用这笔钱打形土木啊 号称要建全希腊最好的学校 那著名的帕台龙神妙 就是用这笔钱重建的 那因为有钱 财大气粗 雅典人就给艺术家开出了很高的价钱 全希腊顶尖级的艺术家 就全部云集于雅典 造成了技术上的飞速进化 从第二次西波战争后的公元前479年 到布罗奔尼萨战争结束的公元前404年 这70多年间就被称为古典时期 是希腊艺术最辉煌的时刻 所以啊 即使是到了今天 在不计其数的画室里面 年轻人在练习素描的时候 对象也依然是古希腊雕塑的石膏复制品 因为2000多年前 古希腊人就用青铜和大理石 定义了什么是美 好 古希腊的雕塑我就介绍到这